您好 我是郭清华博士 这一堂课我们来认识天地两个字 我们先来分析天这个字 中国讲究天地人合一的文化 我们来看甲骨文 甲骨文就是一个大字上面画了一个圆圈 大字就是一个人伸出了胳膊和腿 但是随着文字的演变 中国古人觉得这个圈有点复杂 就把它变成了一横 那么为什么变成一横了呢 比如说在草原或者在海边时 当你向水平方向望去 天和地相交成一条线 所以在这个符号中 这一横代表天空 一横加一个大就代表了天字 文字演变很简单 从撰文到楷书和立书 它都是从线条文字变成了笔画文字 就变成了两横 一撇一纳 天还能表示气候或者季节 比如天气 比如天气 冬天 天还表示一昼夜 一日或者专指白昼 比如今天 白天 还可以表示自然的 生成的 比如天然 天性 天才 天性 接下来我们来认识 立这个字 大家看撰文 左边是一个土 右边这个符号 可能有点复杂 这代表一个盖子盖住了一条蛇 那么随着文字的演变 到了立书改书 变成了笔画文字 就和现在的文字一样了 左边自然就变成了现在的土字 右边的盖子变成了横折钩 分叉的舌头 一个变成了一树 一个变成了树弯钩 所以就成了现在的地了 地字 有非常多的含义 地字可以指地球 或者地球的某个部分 比如地质 地壳 也可以表示地球表面 除去水源之外的部分 比如陆地 地下 地字还引申为地球表面的土壤 比如土地 田地 它还可以表示空间区域或者场所 比如产地 地区 地点 还能表示思想活动领域 比如建地 新地 境地 也可以指 用材料铺成的平面 比如地板 地毯 还能表示地位 词语库 天 蓝天 今天 明天 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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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天 夏天 天气 阴天 晴天 地 地 地球 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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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铁 地瓜 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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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语 蓝天 哇 今天的天好蓝 蓝天和大海都那么蓝 好像一幅画 你帮我拍张照片吧 你拍了那么多照片了 我们还是好好看风景 不要总是拍照片了 以前是在别处拍的 没在海边拍过 词语 天气 今天天气不好 要下雨了 把伞带上 伞在哪儿 在那边柜子上 看见了 外面风大 再多穿件衣服吧 词语 扫地 你吃东西掉了一地 快去扫地 慢慢 动画片快开始了 扫完地再看 不然蚂蚁要爬过来了 好吧 词语 谢天谢地 丢的包找回来了吗 谢天谢地 昨天找回来了 里面什么东西都没丢 怎么找到的 是公交车司机捡到了我的包 里面有我的名片 他就找到了我 公交车司机真是个好人 是啊 好了 谢谢收看 下次见